在中部云林地区 立法委员参选人被开枪枪击的事情 亲自由刑事警察局外刑队长的薛启芳 带队来到了云林 那么晚上他投诉跟同事投诉 在一间小旅馆里面 睡觉的时候 突然间过去从来没有梦过 他突然间在旅馆做梦的时候 梦到一个无头的女鬼 那么显现身在他的这个梦里面 直接跟他说 他姓刘 拜托青天大老爷为小女子做主 因为我被人家给害死了 然后害死我的人就是我的前男友 一定要拜托青天大老爷 替小女子伸冤 结果这个梦中里面的无头女鬼 一讲完了以后 薛启芳惊醒 他从来没有做过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梦 到底这个梦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可是问题是 他从来没有看过相关的讯息 他根本不知道 因为他最近这几天 都在忙着侦办立法委员被枪击的案件 那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所以他再也睡不着了 等到早上过了六七点了 以后一通电话 打给他的这个 等于说刑事警察局的部下的组长 立刻跟韩组长 跟韩组长 这个等于指示 清查看看 在台中地区 他当然没有说 他是做梦里面 那个无头女鬼跟他通过梦 他跟他说清查看看 在中部地区 有没有无头女尸命案 先清查看看 结果韩组长 就听了这个长官队长的话 立刻进行地产寺的清查了以后 发现确实 在民国八十一年十二月十二号 那么在台中县雾峰 一个桥的下方 桥的下方发现了什么呢 发现了一具的这个女性的遗体 而这个女性的遗体呢 她显然这个城市的地方不是第一现场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她虽然城市在桥下 可问题是 她身上有被汽油纵火烧过的痕迹 而且这个女尸呢 她的头不见了 她的两只手不见了 连两只小腿的部分呢 也不见了 所以呢 这是一起啊 无头公案 头不见 双手双脚都被歹徒有计划的砍掉 然后呢 又被粉丝 所以呢 当时啊 这个韩组长呢 向这个薛队长报告了以后 薛喜红就掐了一下心里想 没有错 她真的很可能是在跟我说梦 就没想到 查出来了 她确实是流姓女子 这个二十三岁的死者呢 是嘉义人 在台中市的理容院上班 那么已经失踪多日了 然后呢 她的尸体是被带到 这个台中县的雾峰乡这个桥帐 那么经过焚烧了以后 泼汽油焚烧了以后 那么可能没有烧干净 所以后来啊 感途可能又把她丢到这个桥下面去 然后呢 警方就根据这个查出来 流姓女子她生前的男朋友是谁 因为她现任的男朋友姓林 结果一查的结果 没想到火速立刻锁定 为什么呢 原来她的姚姓男友啊 之前为了跟她在一起呢 所以特别跟自己的太太离婚 然后呢 后来啊 因为这个姚姓男子充满了暴力 那么在警方的反弹过程当中发现 这一位这个姚姓男友 前男友呢 她不愿意让这个 等于说这个刘小姐呢 跟她分手 竟然有一次把她限制行动之后呢 用剪刀把她头发剪得乱七八糟的 经过这么这么多的这个凌辱跟这个暴力家暴了以后呢 在死者的左大腿的后方啊 却有一颗在私密的地方有一颗绿色的痣 然后呢 再加上死者曾经在首晚有个割碗自杀的这个痕迹啊 从这些痕迹就由家人认出来 死者就是流性离止 也因为这样子 这个案子得以沉冤昭雪啊 好 接下来这起也是奇案中的奇案 我们看到了一个被害者 他的头被砍断了 他的臀部也被切掉了 也不知道是谁 也不知道有什么线索 到底该怎么办 没有头绪的情况之下呢 开始这个人老是在提供线索怎么回事 有没有可能越热心的人跟案子牵涉的可能性 越来越大 案子该如何侦破 再把时间给瑞德 30年前的这个4月21号呢 当时有一个这个中年女子啊 那么先进入了高雄 那么其中的一家旅馆 那进来了以后大概20分钟 另外一个男性呢也进来了 进来以后手上拿一个袋子 拿一个保龄球袋 然后呢就跟内蒋 跟那个等于说旅馆的相关的服务生说 他要找那个女孩子 就咻就上去了 然后紧接而来 过了大概一个半小时的以后呢 那个男的先下来 手上一样提着这个保龄球袋 这个男的就跟服务生说啊 我的女朋友呢 因为睡着了 你让她睡一会儿 那睡一会儿 等到退房时间到了以后呢 再把她叫醒就好了 然后就从这个旅馆的后门 咻一流烟就走了 服务生就跑到洗手间 就立刻通知检察官 帅法医 肥琪林 来到了这个相关 好几个法医 来到了现场 因为这件案子 几乎是闻所未闻的 离谱的事情啊 那么后来呢 来到了现场了以后 那么警方呢 也经过初步的调查 怀疑凶手很可能就是先 比较晚来而先离开的那个男性 那么也要经过这个所谓的验尸过程 所以先把热水关掉 那么初步的检测了以后呢 那么再把这个热水放掉 然后整个遗体要把它翻过来 又吓了一大跳 各位 这不仅是一件高雄的无头命案 这也是高雄第一件的 开膛剖副的案件 因为等到翻过来的时候呢 没想到从头到尾被剖开 然后呢 吓了当时很多警察吓了一大跳 看了以后吓了一大跳 看过很多的命案现场 但是以这个命案现场呢 最触目惊心 然后呢 法医在验尸的过程中意外发现 除了被开膛剖剖跟头砍掉 带走之外呢 他的臀部有四四方方的一大块 也被歹徒割掉了以后带走 所以当时的法医就研判 他的臀部应该有类似刺青 或者是这个所谓 称谋作技合的这样的一个胎记 那么警方就开始斜寻 因为必须知道死者是谁啊 所以呢 就开始透过媒体呢 进行所谓的死者身份的协讯 失踪人口 三天以后呢 有一位先生啊 来这个跟警方啊 这个等于说啊 这个进行这个验尸的过程 有法医陪同 然后进行验尸等等 那么后来呢 这个先生就说 应该是我失踪几天的 住姓太太 为什么呢 因为啊 这个住姓太太呢 有几个这个特征 她自己本身啊 她的这个等于说肺部呢 有曾经罹患过肺结核痊愈 所以她肺部有一边呢 是白色的钙化 这一点跟这个法医解剖的时候呢 相验结果是完全吻合的 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是 她的臀部有一块胎记 所以呢 她的太太就是一个老师 然后呢 又交往非常的单纯 那孟文奇妙三天没有回来 也没有办法联络 所以她怀疑应该是她太太 好 那么确定死者的身份呢 是这个住姓这个老师之后呢 她的交往非常的单纯啊 那她到底是为什么会被杀害呢 警方意外发现一件事 什么事呢 每一次警方状况小组 只要到她家被害人家里面呢 进行相关的访查 比如说她交往状况呢 以前服务的公司 跟现在的这个学校 这个交往状况 有谁跟她有没有跟会啦 有没有金钱财务的往来等等 都有一个男性 都会出现在现场 非常的热心 非常的有条不问的 跟警方协助警方办案 那是谁呢 原来是这个住姓女士 她的张姓甘弟弟 那么警方觉得非常可疑了以后呢 有一次就趁这个机会呢 找来了张姓甘弟弟在外面聊天 聊天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就是跟她讲 死者很可怜啊 如果谁杀了她的话呢 那么我相信她良心也不安啊 那死者也不会放过她 其实在讲话的过程当中 偷偷安排这个女服务生呢 内讲见过凶手的人 在旁边义武偷偷地看 结果没想到 这个女服务生电透 就是她 所以后来呢 警方在得到这个同事的 这个暗号了以后 立刻转身 看着这个张姓甘弟弟说 人不怕犯错 就怕犯错了以后呢 一错再错 人就是你杀的 把这个张姓甘子下了一大跳说 如果我现在讲 我的罪性 我的被判刑能不能轻一点 会不会不用判死刑啊 所以后来警方跟他说 如果你有悔改之心 把全案讲出来 搞不好会真的会有你的一线生机啊 他就讲出了一段 所谓的姐弟恋的歧恋 原来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呢 认识了这个他的甘姐 两个人呢 没想到竟然发展出一段歧恋 而等他结了婚 生了小孩了以后呢 他不愿意再跟他的甘姐呢 进行这一段的歧恋 那因为他跟甘姐借钱 甘姐一怒之下跟他说 你钱如果不还我 然后呢 我就到你服务的单位 然后跟你的长官 跟你的同事 跟你太太 把全部事情全部投出来 我要让你身败名裂 然后结果没想到 这个张姓呢 一听二相胆边生 他没有钱还钱 所以呢 又想要斩断这个 那怎么办呢 他竟然主动邀约了这个甘姐 然后呢 事先就把大型的美工刀 跟相关的这个 那个把铃球带戴着以后 还那天上了旅馆了以后呢 还先跟甘姐温存 亲热完毕了以后 双方发生争吵 他就把甘姐先勒死了以后 再带到了浴室 进行他的所谓的分尸行动 再把人头跟那个刺青啊 用保龄球带带走 心里想 如果只要这样的话呢 人家就查不出来他的身份 没想到 这么快的时间 三天而已 从发现尸体到 这个确定身份 三天而已 就知道了 那警戒而来 竟然在毫无真正的 所谓的积极证据的情况下 就可以笃定他就是凶手而破案